小后车行经苗栗路段 疑似过弯重心不稳 后车斗装载的厨余带掉落地面 到后方车辆碾破之后 油腻的汤水渗到地面上 接连和三台经过的机车 滑倒惨摔 小后车疑似路口过弯 重心不稳 竟然从后车斗甩出一包厨余带 而后方车辆又碾破带子 油腻汤水渗到地面 害后方行经机车狂摔雷残 警方货报紧急到场支援 除于散落地面 还有遭碾过痕迹 导致地面失滑 三台机车接连摔车倒在路上 还有女骑士因此搭上救护车救医 而这事故地点 就在苗栗竹南公益路口 而为了不让厨余继续影响交通 热心远景跟路过的托板车驾驶 还拿来墓穴帮忙吸油 花了三十分钟才将现场状况排除 新调业监视器查获临性驾驶人设案 也依法开出装载货物为稳妥罚单 临性货车驾驶疑似没有固定好处余 因此掉落 幸好三名机车骑士 刷车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也对车辆装载货物为稳妥掉落 对货车驾驶寄出罚单 可发新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发还 解鹏光许苗的报道